培养高速的人才服务地方发展,今天基础大学2013期研究生新生正式的开学,今年基础大学共招285名研究生,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今年的基础大学首次获得了博士招生的指标,两名博士生已经是入学报道了。 在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上,基础大学负责人寄予新生们要珍惜机会,珍惜时间,用心学习,学有所长。 今年学校共招研究生285名招生专业覆盖了民族学、体育学、文学、物理学、生物学、生态学等十多个领域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作为承担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的高校之一,基础大学首次获得了博士招生指标,培养民族学专业博士。 根据培养方案和目标,在极大求学深造的博士生通过三年的学习,将成为生态服务产业开发实践急需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。 两名博士生乔宇和吴和显对于基础大学的求学生涯充满了期待。 总体感觉极大环境很好,各项软硬件设施都非常完善。 我相信我以后会在极大会有一个更好的环境,而且学有所成。 基础大学十几位博导,就是进行一对一的进行教育。 这个专业与我以后的就业有相当大的关系,因为我就是围绕五林山区片区进行服务的。 据长姐,基础大学向有民族学博士学位授予权,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4个, 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7个,专业学位授权点1个,在校研究生共有700多人。 我们学校的目标是建设有特色的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型的大学, 为五林山匹区输送更多高数字的人才, 也为湖南省富民强省战略做出更大的贡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